小张是典型的姜蓝女孩 皮肤光洁白皙 令女同事们羡慕不已 虽然烈日炎炎 小张对自己的皮肤却非常自信 因为她从来晒不黑 所以出门也从不打遮阳伞 可是这一切都从今年夏天后改变了 有一天小张如往常一样出门上班 除了有点晒 并没有感觉到什么异常 可是当她下班回家后 却发现自己的脸有点泛红发热 并且起痒难忍 这是典型的过敏症状 她想了想自己最近没有吃什么特别的东西 怎么就过敏了呢 于是她把焦点集中在了朋友新送给她的化妆品上 也许是化妆品的问题 当天小张就没再用过了 可到了第二天情况更糟 皮肤出疹子 开始长出水泡 随着时间的推移 水泡越来越大 她立即到医院的变态反应科做了检查 想知道自己到底是对什么过敏 可拿到化验单 却让她感到很奇怪 二十多个项目都没有查出过敏原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据说小张来到了皮肤科 医生对她的诊断是日光性皮炎 即我们日常所说的紫外线过敏 从此她只要出门就必会带伞 再也不敢把自己暴露在太阳下 紫外线过敏是因为阳光中的UAV和UVB 这两种穿透性紫外线 结达皮肤真皮藏 使过敏体质人群受照射区的皮肤 出现痕 灼 热 痛等症状 这是一种液态光变态性反应 是一种免疫性反应 也叫日光性皮炎 因为反复发作 小张对自己红补布的小脸蛋苦恼不已 原本令人羡慕的皮肤 现在进成了自己的心病 他决心一定要把自己的脸治好 于是他找到了北京中医医院 皮肤科的主任医师周东梅 期望周主任能够彻底解决他的皮肤问题 在询问过病情之后 周主任决定先对小张的皮肤做一个试验 那我们首先要判定小张对日光是不是过敏 对紫外线是不是过敏 那让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试验 要判断小张是否患有紫外线过敏 需要通过日光模拟仪来进行检测 通过设计的皮肤 看看皮肤上是否会有反应 首先周主任在小张的皮肤上预留了六个小孔 然后将紫外线灯对准六个小孔进行照射 随着紫外线照射剂量的累计 小孔上方的六个盖板会依次盖住 完成试验 在这个试验中 由于六个盖板的关闭时间不同 六个小孔中的皮肤就会接受不同剂量的紫外线照射 一般来说 正常人需要在较高剂量时皮肤上才会出现红斑 而对紫外线过敏的人在很小的剂量 也就是可能会在第一个盖板关闭的小孔中出现红斑 现在它六个盖板已经都盖上了 说明我们这个日光照射模拟的这个过程已经结束了 我们下一步就是要来进行皮肤的标记 再经过16小时到24小时 这个时间区域内来观察 它的皮肤上是否出现了皮肤反应 如果它出现了红斑就说明它对紫外线是有敏感的这个情况 第二天小张来到医院复查 结果在它被标记的六个小孔处均出现了红斑 这说明小张的确对紫外线过敏 通常讲在阳光下曝晒的时间越长 紫外线过敏者的过敏反应就越严重 皮肤搔痒将持续24小时至48小时 甚至更长的时间 根据皮肤反应的轻重 可以分为一度紫外线过敏和二度紫外线过敏 一度紫外线过敏表现为局部皮肤轻视晒后出现弥漫性红斑 二度紫外线过敏表现为局部皮肤红肿后 长出水泡甚至大泡 泡液的颜色为淡黄色 患者自己能够感觉到的症状有灼痛或刺痒感 水泡破裂后呈糜烂状 不久干燥后结痂 会遗留一些色素沉着 非常严重的紫外线过敏 同时还会伴有发热 头疼 心悸 乏力 恶心 呕吐到全身症状 就是让我问一下 之前我感觉我皮肤挺好的 我怎么突然间就紫外线过敏了呢 我们考虑吧 一般就是紫外线过敏的也是有两种情况 一个是由于晒的太多了 暴露在特别强烈的阳光下 晒的时间比较长会出现晒伤 但你这种情况我们考虑还是对紫外线过敏 就是由于你自身体质的问题 这个是和人的先天禀赋有关系 那你接受紫外线照射之后 就是在曝光的部位 就会出现这种皮肤炎症的反应 周主任介绍说 新衣对紫外线过敏 一般是给予抗过敏药 缓解过敏症状 中医认为 紫外线过敏一般鉴于湿热体质的人群 一般用清热厨师或健脾厨师的中药 来辨证治疗 紫外线过敏为免疫性反应 需要长时间的养护 皮肤症状严重者和中期一结合治疗 在这里 周主任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 可以缓解紫外线过敏症状的方法 如果皮肤经过日光照射之后 出现了急性的炎症反应 比如说出现红斑 骚痒等等 我们就可以采取重要师傅的方法来治疗 重要师傅的方法 就可以起到收敛消炎止痒的作用 那我们常用的我们院常用的就是我们的清热消肿洗剂 这个是一个我们院内的制剂 它的主要成分就是马尺剑黄白 其实马尺剑我们在路边上经常能见到 它具有清热消肿的作用 那我们把这个清热消肿洗剂洗剂了之后呢 用敷料占取这个药液敷在患者的脸上 就可以起到这个清热消肿的作用 感觉就是脸凉凉的 也没有以前那么痒了 感觉挺舒服的 周主任对小张说 如果不想经常往医院跑的话 这个治疗我们自己在家里也可以完成 因为湿肤药剂的主要成分是 马尺剑和黄粑 马尺剑是一种常见的草药 我们在超市马路边都可以看到 如果家里没有现成的中药的话 可以将马尺剑洗净 放在开水中煎煮 比例为1000毫升水加30克的马尺剑 开锅后用小火煮15到20分钟 等煮好的药液晾凉后 将干净的毛巾沾取药液即可湿肤 这种湿肤的方法 适用于急性的皮肤炎症反应 可以很快消除红斑腐肿 搔痒的症状 周主任说 紫外线过敏的人群 在日常生活中的防护非常的重要 首先在日光较强的时候 如每年的4月到9月 应该尽量地减少在日光下暴露的时间 在曝光的部位应涂抹防晒霜 据资料显示 每日涂抹防晒霜对紫外线过敏 可以起到减轻的作用 在日常出门的时候 还应戴帽子打伞 穿防护性的衣服来进行遮蔽 另外 对紫外线过敏的人群 还可以吃一些保健性的食物 如玉米 绿茶 都具有对抗光敏的作用 通过周主任的这些方法 对紫外线过敏的人群 就可以从容应对日光的伤害了 在今年1月份的澳网赛场上 罕见的高温 让澳网球员们饱受折磨 赛事组委会 一边让一些室外比赛延期举行 一边给选手们发放防晒霜 因为在如此强烈紫外线的照射下 长期暴晒 容易灼伤皮肤 甚至患上皮肤癌 澳大利亚网球民宿 前世界第一约翰·纽康比 就在去年诊断出患有皮肤癌 近年70岁的他在1968年到1975年 拿下了七个大满贯男单冠军 可见紫外线对我们的皮肤来说 已经成为了一个看不见的杀手 那么如何才能远离皮肤癌呢 近日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上了一项研究表明 防晒霜是防晒的重要部分 可以预防皮肤癌的发生 我们知道防晒霜分为物理防晒和化学防晒 物理防晒顾名思义 就是利用物理学原理将太阳光进行反射 化学防晒则是通过有机物质将太阳光进行吸收 究竟这两种防晒霜哪一种效果好呢 像物理防晒呢 它会因为有颗粒嘛 所以它的颗粒感比较强 涂在皮肤上呢 就好像涂了一层白粉的这种感觉 所以呢 在我们的日常工作当中 也许不是特别的方便 化学防晒呢 涂在脸上呢 它是透明的 但是呢 化学防晒由于它是化学品呢 有可能会对皮肤造成一定的刺激 所以我们现在的防晒霜呢 一般都是将二者呢 很好的结合在一起 起到这个比较好的一个 又美观 又能达到比较理想的防晒的作用 周主任指出 在涂抹防晒霜之前 我们应该先做出正确的选择 防晒霜的种类有很多 防晒的效果也不同 其中 SPF指数 表示防晒产品抵御子外线中的 UVB功能的强弱 倍数越高 防晒效果越强 PA指数 则表示抵御子外线中 UVA的强弱 PA加表示低效防护 PA加加是中效防护 PA加加加是高效防护 在防晒指数的选择上 周主任建议 如果工作生活经常在办公室里 只有在上下班的时间 暴露在阳光下 那么选用 SPF15 PA加的防晒产品即可 如果在阳光下 暴露的时间较长 那么就应该选择 防晒指数更高的护肤品 并每隔2到3个小时 重新地涂抹一次 除了涂抹防晒护肤品 近两年还流行一种 叫防晒服的衣服 这又是什么原理呢 它和普通的衣服 有何不同呢 和防晒霜相比 效果又如何呢 我们现在的高科技 它可以把一些化学物质 加在这个纤维织物当中 来起到吸收紫外线 把它的能量进行转化 这样起到化学防晒的作用 所以呢 这个我们也是要 根据个人不同的情况 来选择不同的衣物 看来防晒的方法有很多 要根据适合自己的情况 做出选择 另外周周恩指出 除了采取有效的防晒措施 同时还应该补充水分 气温升高 可以使肌肤中的水分 迅速的蒸发 短时间内造成引进脱水 缺水的肌肤 抗晒能力下降 外界的紫外线 便乘寻而入 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 勤于涂抹防晒霜 却发现自己 还是被晒得又老又黑 也就是说 紫外线怕水 若是注意给皮肤多浇水 让肌肤细胞 充饮着足够的水分 就能够让补水后的防晒 事半功倍 在这里周主任也拿出了 自己的独门秘方 晒后美白面膜 经过日晒之后 它的红斑消退了 有可能会留下色素沉着 那我们也可以用中药的美白的面膜 来帮助它 色斑尽快的消退 周主任介绍说 这个美白面膜 我们在家里可以完成 首先在药店购买珍珠粉 然后再加上面粉 蜂蜜 牛奶 鸡蛋 将这些原料调成糊状 就可以制成一个家用的美白面膜 可以起到增白皮肤的功效 人类学家泰德曾说 凡是有太阳照耀的地方 就有太阳崇拜存在 自古以来 人们一直用各种各样的形式 尊重太阳 阳光不仅给我们带来了温暖 也滋养了万物的生长 看完这期节目 您是否更有勇气 去拥抱阳光了呢